令希米是一個很有計劃的人。 所以,他在書山城,明白到耶路撒冷的荒涼。 這個異象,讓他回到耶路撒冷。 親眼見到城牆的荒涼時,他沒有退縮。 反而,晚上去考察,然後心裏有一個計劃, 就付諸實核。 上一次,你記得嗎?我們讀了起城牆的計劃。 分段由不同的人負責。 大家同心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好的計劃是必須要的。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們都會說的。 不過,另外,我們也要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任何的計劃、任何的工作、任何的使命都一定會出問題。 會有困難、會有阻礙。 讀使徒行轉的時候,我們看到教會的發展。 我希望你還有一點點印象。 聖靈、差遣、使徒出去,一樣有困難。 尼希米起城牆,不是停留在第三章。 從計劃,就到完成。 這是我們很多時候希望是這樣的。 我們開會。我們計劃。 下一步,我們希望能夠完成。 但事實,往往不是這樣的。 從計劃到完成的中間, 一定有危險、有意外、有難阻。 有敵人的攻擊。 所以,尼希米記第四章、第五章,參加主要學。 關牧師剛才寫一聲告訴我,我們已經讀過第五章。 即是說,你今天才說第四章。 不是,我今天要看的經文是由第四章到第六章。 這三章的記載,都是集中讓我們看到,在耶路撒冷起城牆的這兩個月。 或者準確地說,七個半星期五十二日裡面。 他們遭遇到有三樣極大的困難。 一定有困難。 是什麼的困難? 聖經的記載,不是要我們著眼,只是停留在那些困難。 聖經的記載,是叫我們見到當困難出現的時候, 尼希米一個敬畏上帝的領袖, 他是怎樣去面對。 這個才是重要的。 有困難,大家知道,大家的態度可以很不同。 有人就馬上退縮。 有人就馬上灰心。 有人就覺得沒有忍。 有人甚至認為,既然是這樣, 我們無謂對抗堅持, 那就算了。 有困難。 值得我們留意看看, 這三章其實是很長的經文。 告訴我們, 尼希米是怎樣面對這三方面而來的難阻呢? 第四章, 這裡提到, 有幾個的人物, 很有代表性。 第一個反對尼希米起城牆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參巴拉。 中文翻譯的音, 你不要笑, 這些其實是譯音來的。 參巴拉, 是一個很有身份地位的省長。 他跟尼希米是同級的。 大家都是省長。 Ontario的省長, 以及Quebec的省長, 平起平坐的。 參巴拉, 在波斯帝國的身份地位, 非同小學。 我們知道, 河西有總督。 還記得這個說法嗎? 在有法拉底河以西。 即是說, 從巴比倫直到埃及。 波斯帝國西邊一半。 有個總督, 負責在這個總督之下, 有不同的省長。 撒馬利亞的省長, 歷史悠久過猶大的省長。 所以, 參巴拉這個人的厲害衝突, 令到他不想見到耶路撒冷的城牆能夠起得好。 因為耶路撒冷的城牆起好之後, 猶大省長的權力, 就會分薄了撒馬利亞省長的利益。 這是第一個反對尼希米的人物。 在他旁邊, 有另外一個叫做多比亞的人物。 他是阿門人。 在聖經中提到多比亞的時候, 譬如, 尼希米記第二章第十節, 那裡翻譯有少少的爭章。 因為他說, 阿門人多比亞是為奴的, 好像做奴隸一樣。 其實不是。 因為你參考第六章, 到結束之前那幾節的經文, 你發覺多比亞在耶路撒冷, 用我們中國人中文的說法, 是相當吃得開的一個人物。 什麼意思? 他去哪裡喝茶, 都有人跟他打招呼。 都有人想請他。 這個是僑領來的。 不是, 這是一個很受歡迎, 很受尊重, 很多猶大人出來跟他說好話。 他是阿門人, 他不是猶大人。 但是他在耶路撒冷, 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個是多比亞。 所以, 為奴的, 這個翻譯, 需要斟酌。 新一些的日本, 大家都同意, 這裏不是說奴隸, 這裏是說奴隸。 是說奴隸。 作誰的奴隸? 當然, 是作軍王的奴隸。 他是效忠波斯帝國, 一個當地的領袖。 他不是省長。 他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員。 但是, 他是地方的鄉親父老。 大生意的老闆。 很有影響力的一個人。 而且, 交友廣闊。 很多人都很佩服他。 很欣賞他。 多比亞, 在這件事情上, 他站在參巴拉那邊。 他對尼希米, 在耶路撒冷成場的工作, 他不滿意。 他不喜歡。 因為, 亦都同樣我們明白。 會分薄他在耶路撒冷, 一直以來, 他的勢力。 他的生意。 他的利益。 還有第三個人。 這個人叫做阿拉伯人基善。 第六章, 第一節, 那處提到。 這個人的名字, 亦都出現在第六章, 的第六節。 那處叫他做加斯墓。 我們不詳細解釋, 為何出現兩個名字。 如果用希巴萊文去讀, 就很簡單。 其實, 一個是正式點的叫法。 一個是縮短點的名稱。 阿拉伯人基善, 就不是波斯帝國的子民。 他的背景有點像。 就是, 他亦都是控制在巴勒斯坦附近一帶。 他很有勢力。 不過他是柔木民族那邊。 他和波斯帝國有一個結盟的關係。 所以他在代表的, 又是第三方面的利益。 這三個人聯合在一起, 來反對尼希米起城牆。 這的確是一件都幾棘手的事情。 你可以說, 尼希米有一些孤立無悶的感覺。 皇帝支持他是, 我們也有句話說, 你也會說, 山高皇帝縣。 最近身邊有勢力的人反對尼希米。 而且這些人對尼希米的攻擊, 尋出不窮。 在第四章, 剛才我們讀過的經文。 第八節, 他說, 他們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 使城內擾亂。 所以這個攻擊大概不是, 排起坦克車、軍隊, 圍著耶路撒冷。 打仗。 不是。 不是。 這些有勢力的人不需要這樣出手。 你明白嗎? 有很多方法。 例如散布謠言。 例如派人去搗亂。 總之, 防不勝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看看, 四章第九節, 剛才我們讀過了。 然而, 尼希米說, 我們討告我們的神。 尼希米回到神的面前, 祈禱。 對。 但請你留意, 尼希米沒有只是祈禱。 有沒有看到? 上半節說他祈禱, 四章第九節, 下半節說什麼? 下半節說, 同時, 我們因為他們的緣故, 因為他們說要攻擊耶路撒冷, 使城內擾亂。 我們就派人看守, 就夜防備。 討告, 依靠上帝, 求上帝保護, 和自己看守, 防範, 就夜警醒, 沒有衝突。 我們很喜歡將這兩件事對立起來。 我們很喜歡將這兩件事分開, 一個是上帝的幫助, 一個是我們自己幫助自己。 如果我自己能幫助自己, 就不需要上帝幫助。 是我搞不定才要上帝幫助。 到我搞不定要上帝幫助的時候, 我就要繞上手, 等上帝的幫助。 不是這樣的。 聖經從來都不是這樣教我們。 在每一件事上, 我們是同時討告, 又同時派人看守。 兩件事哪一件事比較重要呢? 我們又來問這些問題。 你明白嗎? 我們經常在繞上這些事情。 不是這樣問的, 不是哪一件事比較重要, 是兩件事都要做。 教會一方面, 我們需要討告。 如果你不能回祈禱會, 請問你何時為教會討告? 有沒有討告? 他們討告就可以了。 不用我討告了, 我們有分了。 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 來欺米這個敬畏上帝的態度。 同時討告, 同時派人看守, 叫做《晝夜防備》。 交討給上帝了, 到時事情自然會發生。 不會的。 是吧? 我們星期日走進來, 各樣事情整整有條。 是吧? 門口有兩個招牌, 好像兩個門神這樣看著。 然後進來有招待。 有人預備茶點。 有人佈置會場。 有人鋪了電線。 每次都有頭鋪起的。 全部不是只是祈完討便會發生的。 都是派人看守。 分配工作。 然後各盡其職。 這樣來安排妥當。 這樣就不用祈禱了。 派人工作就可以了。 不是。 兩件事是同步並進。 如果你在第一節四章九節, 你看到這個焦點, 就幫助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 另外, 同樣, 李希米的回應。 李希米對於困難的反應, 解決的方法。 不是只是編了一方面。 第二, 四章第十節, 到十四節。 由大人說, 哎呀, 起城牆, 這麼多垃圾, 這麼多灰土, 我們什麼時候搬得完啊? 都是起不成的了。 這個說法一定不是所有的猶大人這麼說。 但是, 有猶大人在參與起城牆的當中, 發覺事情比他們想像來得困難。 於是, 有少少, 不算是晦氣, 不過是慎一下。 可以嗎? 是否這樣? 那麼慎一下慎一下, 那些聲音就多了。 教會都一樣的。 有人的地方, 就有這些聲音的了。 然後, 敵人又說, 趁他們不知道, 還沒發現之前, 我們進去殺他們。 很明顯, 這是只有一個說字的。 不過, 也挺恐怖的。 只說就夠了。 不用真的做,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這樣才會害怕。 真是殺了你, 反而捉到兇手, 這樣就沒事了。 所以, 這個說話本身, 帶來的影響, 其實是跟猶大人的埋怨, 放在一起。 你看到那個重點是, 他們在說這些話, 發生這些說話。 然後, 那些住在敵人那邊的猶大人。 幫誰的? 其實是幫尼希米的。 十次來到見我們。 跟他們說什麼? 你們必要回到我們那裡。 很深的。 是吧? 豈不是成場。 成場不是那麼重要的。 是, 回到我們那裡。 大家同路同步。 這些不同的說話。 不同的意見。 尼希米怎麼回應? 一定有的。 在一件事情, 一個工作, 一個使命當中, 我們不可以封住人的口。 一定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是參與的人, 提出complaint。 有些是敵人, 在那處擦檔。 有些是好心做壞事的人, 在那處勸, 不用了, 不要了, 太麻煩了。 這麼多的聲音, 你怎麼去回應? 宣佈, 是吧? 不准再說。 不能不准的。 把口在別人那裡。 你看看尼希米的回應。 尼希米就對 百姓官長貴咒說十四節。 不要怕他。 當紀念主是大而可惟的。 你們要為弟兄、兒女、妻子、家產爭戰。 尼希米不是沉默, 任由他們說。 尼希米沒有停止不准說。 但是尼希米起來, 將正確的態度, 重新清楚地說一次。 讓大家明白。 在这一件事情上 李希米没有摆出领袖的款 只是准我说 不准你们说 不是 但是李希米也坚持作为领袖 他要教导百姓 到底怎么看整件事 你是怕敌人 是觉得工作艰巨 一说好心 算了算了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三个态度里面 都有对的地方 不过也有错的地方 李希米没有跟他们争吵 李希米只是将正确的态度 说一次 你看看李希米所说的内容 同样有两方面 你有没有留意到 第一他说 我们要记得 主才是大而可谓 你要懂得怕 很正常 不过你要懂得怕哪个 我们时时怕 但怕错了 我们反而不懂得敬畏 那个独一的真神 我们就怕 那些假神 我们怕 那些没用的 那些跟上帝作对 那些你不用怕的 你反而怕 那个你应该怕的 你不懂得怕 李希米在那一树 教导我们 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但敬畏上帝 有没有留意到 上半句 说完下半句 说什么 我们刚才也不是很想读 为家产 争战 什么这么重的 敬畏上帝 那么多好 大家来到崇拜 唱诗祈祷 然后是家产 这些 世上奋土 保罗是说过一句 这样的说话 不过这个时候 李希米说 我们为什么争战 我们一方面是为上帝争战 不过 不要忘记 我们都是为我们的家庭 来争战 我们为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家产 我们的产业 保护耶路撒冷 亦都包括 保护我们 每一个人 安居乐业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没错 敬畏上帝 不等于 个个都要 妻离子散 个个都要 哭苦 哭忽 个个都 只是有上帝 就忘记家庭 我们那些 武俠小说 那些历史小说 那些伟大的英雄 都是这样的 是不回家的 总之 这些都是最伟大的 李希米没有这样看东西 如果你要问圣经 如何教导 李希米说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面对困难 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倚靠上帝 我们祷告上帝 但是同时 在祷告的当中 我们分派人手 就夜看守 在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明白 我们为我们的家 来到坚守我们的崗位 是对的 李希米没有将这两件事情 分割起上来 所以你再读下去 你发觉 李希米跟着要做的计划 在那两个月 七个半礼拜里面 他建造成长 他的计划 转了一点点 或者转了一半 那一半是什么 一方面建造 一方面 手拿兵器 其实坦白说 如果不用这样 一只手做一件事 可能 27日 26日 就建好了 这个城墙 对不对 现在只是 慢了一半 但是这样是值得的 你看到吗 李希米没有放弃建造城墙 但是李希米同时 要求 每一个建造城墙的人 在参与工作的时候 不要松懈 不是 你建城墙 就我去看守 人人都看守 人人都起城墙 好 真是好 在这个安排当中 每一个人都同样 是这么重要的 每一个人 在参与的当中 不是分你和我的 一方面你发觉 李希米好像是将两样 完全好像 对立的事情 他能够放在一起 但是同时 他也能够帮助 每一个人 在参与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其实 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要做的了 建城墙那处 需要多些人手 多些人去帮忙 防守那处 有什么移动 大家就要去帮忙 吹角 记得吗 他说 城墙很大的 大家分散的 但是吹角的人 在李希米的身边 一有什么事情 需要吹角 大家就来 不是说 我的责任是 建立北门而已 所以南门那处 火灼也好 敌人也好 不关我事 不是国家自掃门前说 不是我只是关心 我的部门 第二个不关我事 不是 见到有需要 在这个非常时期 困难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的身体 都是这样工作而已 上帝所创造的 很奇妙的 一旦有病痛 来到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整个人 都会去集中 调动你所有的资源 来到去对抗 那个病的地方 没有说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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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不关我的脚 没有说 这个是 这个 的问题 不关我另外 这个 的问题 是 那么多 系统的 不是的 总要 肢体 彼此相顾 免得 很久 说得好 分门 别累 你起码在这处的教导 就是一个这样的 实现 所以 来到四章 最后 二十二 二十三节 你留意到 领袖 百姓 彼此 帮助 互相勉励 大家都 同心 乐力 在这个困难 出现的时候 尼希米的回应 显示出 他不是一个 默守成规 定了是这样 就这样 他很灵活 但是在他的灵活当中 他没有放弃 重要 的原则 而在他的教导里面 他帮助我们 能够体见 祷告 和实际的工作 没有冲突 依靠上帝 和为 自己的家 来到争战 又是可以 相互相成 工作 和防守 是每一个人 都要参与的 领袖 和百姓 在整个工作 整个使命里面 是融为一体 这只是第一方面 的难阻 时间差不多足够了 好吗 留下一次再说 因为盛餐 很快 因为 你明白了第一方面 接着那两个 就容易 看下去 第五章 第五章提到的 不是 外面来 敌人的攻击 第五章 所记载的 难阻 是 内部 出现的困难 是什么困难 上了主日学的 现在应该可以 起身做利美人 去教导百姓 圣经要记载 百姓和他们的妻 大大夫好 埋怨他们的弟兄 不是说起成墙了 说什么 有些人说 我们和儿女人口 众多 没有食物 怎样过日子 有些人说 我们压了田地 葡萄园房屋 要去找粮食 有些人说 我们借了钱 回来要纳税 但是我们的儿女 现在要卖给人 作奴婢 我们没有力量 去熟他们回来 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 因为欠债 归了别人 是一个经济 上面出现的危机 耶路撒冷的经济 不是股市 不是楼市 不是次安市场 不是这些 耶路撒冷的经济 是一个农业的经济 所以每年要靠两场 雨水 秋雨春雨 这样就有修成 如果有干旱 有蝗虫 有没有修成的情况下 那就很艰难了 他们就只能够靠 向那些有能力的 富有的 亲戚朋友 借贷 来到度日 希望下一次 有修成 就可以还债 如果连续都干旱 好像最近 Toronto 这样 那就不仅是制水了 于是乎 那个债 就令到他们的困难 就倍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李希米明白 是令到大家对于重建成场的使命 是大打折扣 大家要同心去做一件事 但是因为经济的压力 造成这么多的埋怨 这个不是办法 简单来说 李希米提出两个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第一 很特别的 第五章 第十节 他说 我和我的弟兄和我的仆人 都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 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 李希米 劝告那些有能力的犹大人 包括他自己 和他的弟兄 他的仆人在内 那些债主 要做一件事 就不是眉上眼 免了他们的债 这个很理想 不过这样就经济大乱 不是 免去利息 免去利息 有旧约摩西律法的根据 不是李希米自己作出来的 李希米在这里所提出的就是 他都一样这样做 他带头这样做 他不是只是叫其他人 这样做 在这样做的时候 能够帮助那些欠债的犹大人 使他们可以捱得过 这个难关 这个不是李希米唯一提出要做的 第五章的下半章 你上了主学了 你应该印象很深刻 李希米自己再额外做第二件事 他说 我在犹大做省长这十二年 我和我的弟兄 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我们要小心明白这句说话 这个又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做法 我义务做省长的 我来做牧师不收工 那怎么生活 很坦白说 不可以的 虽然每个都想这样 但是是不可能的 做省长 就一定有 salary 这里说他不吃省长的俸禄 你读清楚一些圣经 这里讲的是十五节讲 他说以前的省长 每日是要百姓提供粮食、酒和银子四十社客 讲的不是他的薪水 讲的是他的应酬支出费用 津贴寶座 作为省长 有很多宴会 有很多访客 有很多额外的支出 按照帝国的法律 省长是有权 征收PST GST VAT 总之什么T 销售税 什么人头税 什么坦丁入某 雍正王朝那些讲法 可以额外再加税 李希米说 我没有这样做 因为百姓服役 十八节 李希米放弃 他个人 职责上面 所给他的权利 就正如 他劝勉 犹大人当中富有的 放弃 这个收取 利息 的权利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同心 同心 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 但是利益 是一些很具体 你能够立刻 感受得到的损失 但是这两件事情 原来息息相关 原来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利益上 我们懂得 好像李希米这样的教导 祈祷会一天都不同心 是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想的 我们将同心归在属灵的方面 祈祷很重要 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祈祷的话 有一半你没有参与到 你明白吗 不是啊 我参与的 我又派圣经的 我又做usher的 我又负责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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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的时候 吹角你就撲出去 对吧 滚舍水啊 火灼啊 是不关我事的 我今天是讲道的 不会 祷告重要 实际的工作重要 但是这里给我们又见到 同心重要 同心是怎么出来的 原来是在很具体的牺牲 在很具体的彼此相顾 甚至你见到领袖的牺牲 在那处 李希米挽回整个群体的同心 这个是第五章 然后第六章 我一定要两句讲完 时间不容许我再长期 李希米被人攻击 一定的 做得领袖 我们叫做什么 不是入得随房就抵得热 这个是英文的说法 我们中文有一个更好的说法 懂不懂 吃得咸鱼抵得渴 下次翻译不要有 入得随房就要预热 这些翻译很差 李希米做得领袖 就预了 你做得领袖 你就预了被人攻击 不会的 属灵的领袖是没有仇敌的 没有人攻击的 你以为了 耶稣救熟灵的 没有人攻击他 那他怎么死了十字架的 他跌倒了 不是 被人攻击 预了 好了 请问作为领袖 你怎么面对 喊声叹气 又是一个面对 咬牙切齿 又是一个面对 是吧 我们很多方法面对 李希米怎么面对 不好了 我唱戏 要么留下一次 要么留下你 下午回去自己读 第六章 你回去小心读 作为领袖 现在攻击 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擒擒擒黄 射人射马 现在是他一个人 要承受 整个重建耶路撒冷 城墙的淡子 李希米 怎么经过 这一关 你回去看 主学回来读 下一次 我们用头的十分钟 来看第六章 好吗 我们同心低头祈祷 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特别我们对着圣叹 我们见到你为我们 舍身 流血 我们就看见 你留下一个 很好的脚踪 要我们跟随 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不是一条 享受 只有祝福 这样的路 那是一条受苦的路 一条能够在苦难当中 在困难当中 在压力当中 我们经历到 上帝的恩典 同在 帮助 而最终 我们成就的 是你的 旨意 这样的一条 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一同 来到守圣餐 领受 你的身体 领受 你的补血 我们就是 立志 愿意 这样跟踪 而不是 行自己 求你帮助我们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感谢观看